教育部长马志里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华晓不能将收费电脑班纳入政客 他强调收费电脑班只能以课外活动方式进行 同时学生有权选择是否要参与 他也推翻教育部前副部长张胜文 批准一些华晓在政客时间上电脑班的通令 只华晓在政客时间进行收费班 已经违反教育法令 随着教育部正式下令 全国华晓校长职工会批立分会马上呼应 呼吁周内185所华晓遵守教育部指示停办电脑班 针对学生书包过重问题 马志里表示研究显示 课本和作业部只占了书包重量不到三成 教育部已经拟定三项策略 包括加强教育部专业通令 派发手册给老师家长和学生 以及举办省觉讲座 另外他也捎来好消息 宣布将增设1000个大学预科班特别学额 给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SPM考获佳季的华裔优秀生 特别是B40低收入群体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800人申请